那寫完程式最大的熱區就是在 能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你的東西 那個成就感才會比較大 不然你寫半天 東西不能run的話 那個感覺就 就不太好玩了 所以最後呢還是要把結果能夠run 而且呢你可以在任何環境都可以輸出 那只要你把它改成那個JR champagne版 它有一個input者一個output者 那就可以達到你要的目的了 那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個動作 只是說我要怎麼樣把這個Java檔 輸出成一個可以被執行的Java檔 這邊的話呢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很簡單 如果有Eclipse就很容易搞定 Eclipse 但是如果你以前沒有Eclipse 哇很麻煩 還要下很多指令 打很多指令之後才可以完成這一件 現在的話用Eclipse 超簡單 按右鍵 應該右鍵對不對 完全都不用下任何指令 右鍵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匯出的東西 匯出什麼呢 Java 裡面有個什麼呢 可執行的JAR檔案 就這麼簡單 有沒有 你會想說很麻煩嘛 以前真的很麻煩 但是現在呢 Eclipse把它變簡單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點一下可執行的JAR 然後按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你找個地方放 比如說我放桌面上 叫101 底線3好了 底線3之後 因為有一個了 按個儲存 儲存之後呢 按完成 完成之後 各位把它縮小之後的話 再到你桌面上 就會看到有沒有 這個東西 那你就直接把它點兩下 就可以看到結果 就這麼簡單 就輸出了 所以以後你寫好的東西 你只要是用SWIN 寫出來的 就可以在任何環境下 可以用 OK 那順便講一下 因為這個JAR檔 你們把那個副檔名叫出來之後 你可以順便了解一下它的結構 其實它的結構呢 非常的什麼呢 應該算非常的脆弱 為什麼 因為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個雖然它的副檔名是JAR有沒有 但是呢 你可以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命名成什麼呢 副檔名把它改成什麼 VIP VIP是什麼 壓縮檔嘛對不對 enter 改一下 它就變壓縮檔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把它點兩下打開呢 它就會看到裡面有什麼 有一個這個 Meta的INF 它是一個 一個設定檔而已 裡面的話記錄的一些相關的 我們的Class的名稱 還有這個 Manifest的版本 還有Class的Path 一個路徑 等等的 那這個部分呢 是Eclipse自動幫我們產生的 以前不是啊 以前你要自己產生 還要自己做 現在都不用了 另外呢 還有一個什麼Class檔 那Class檔呢 也就是說 JavaCompile之後的結果 等於以前 如果你在Console環境下 你還要自己Compile 超麻煩的 現在變得很簡單的 那只是說呢 假如說有新的人 想要看Class裡面呢 他的Java怎麼寫的話 有沒有辦法 其實應該不然